各位錶迷你們好 相信很多錶迷都知道 Satina 將會撤出香港 真的很可惜 Satina 是 Swatch Group 最入門的品牌之一 它的錶都很棒 而且它有 Swatch Group 大材團在背後撐腰 當然 機身的品質一定不會差到哪裏 尤其它的潛水錶 還有DS Diver 有隻龜後面那些 相信很多錶迷都會很認識 但這次想介紹這兩隻 完全不是那些錶 Satina 手錶 但很斯文的手錶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是 New Art 手錶 魚陸陸陸 有三針計時 還有日力槍 沒有Hacking 的 因為這些錶都是比較舊的 這隻手錶是自動的手錶 很低色 33mm 錶徑 厚度是10mm 當然加上它拱起的膠鏡 Luck to luck 真的很小 40mm 也不夠 這隻錶很低色 像Dress Wash 一樣 它的線條 大家看到是New Art 在錄視位置 我也不太熟悉這個線條 底下也寫著New Art 新的藝術 我都不知道 還有它好像刻了一個名字 寫著1969年 因為以前的人很流行買錶 都會刻了一個名字 送給自己 送給別人 當然這條帶就不是原裝的 是金師傅配襯這隻錶 我相信大家可以配皮帶 配什麼帶都可以 因為這條帶比較緊 免得戴上手 明天夾得很痛 這隻錶真的挺有味道的 整隻金錶的感覺 剛才那隻是automatic New Art 手錶 這隻就不同了 這隻是用了我最喜歡的手上鏈機身 還有很薄的 約7mm 它是六角形的手錶 這種形狀的手錶 你去哪裡找到 真的很少有 用這個ETA 7001 或者Pursuit 7001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錄時為止 寫著Jubilee 即是法文 英文就是Jubilee 例如我們Rollex那些 不知道 Jubilee Bracelet 就是那個字 金器銀器 沒有做透底 很鮮薄 我覺得這隻錶 你平時戴上班戴 或者你比較隨便 但我都可以 因為它這隻錶的形狀 穿實太特別了 所以不會悶 雖然它只有兩針 手上鏈 但你這樣戴上手 一看就知道 夠特別了 而且很鮮薄 它那些小時刻度 還有時分針 都是條紙 所以很統一的設計 真的很吸引到我 我把時間教給大家看看 這隻手上鏈機芯 真的很好手感 大家試試看 而且這隻錶 皮帶不是原裝 不過它的扣子 大家都看到是原裝的 這些錶 說真的 都是古董的手錶 價錢 大家看到 左手自動的那隻 定價是5900港元 而手上鏈的那隻 更誇 是1600港元 真是 真是超棒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 佐敦廟街的金時錶行查詢 你跟金師傅看過這段影片 當然是優惠 無論如何都會多些 我忘記問金師傅 他農曆新年何時啟示 大家可以去之前 或是看看描述 我也有地址和電話 大家可以先打電話去查詢 他開店才去 免得不開門 我也希望大家同樣 繼續支持地區小店 希望大家也支持我繼續拍片 如果未訂閱 也麻煩大家訂閱、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去多些不同的地區 發掘隱世錶點 看看他們有沒有有趣的牌子 和型號可以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這集 拜拜